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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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到了7点多钟的时候发现天已经亮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听到任何的飞机声音或者炮机 然后我们就准备去上街 囤积点物资 然后我们一上街就发现了 有很多的车正在往市区外面开 就是往郊区方向 各种车 然后所有的加油站也在堵车排队 当我们走到超市的时候 我们听到空中的连续的抛击声音 发现所有的银行 就是提款机前面站满了人 站了很多人都在排队 都在取钱 然后超市里面的话 也整个队伍排得很长 然后当我们买好东西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 我们才从超市出来 我们在5点15左右的时候 听到了第一声的爆炸声 然后持续到6点半 一共是我听到了4声 有的同学听到了3声 最后一声对我影响比较大 因为我住在电视台旁边 然后最后一声 就是把我吓到什么程度 就是整个玻璃都在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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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